大選前一天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和國民黨立委候選人林沛祥 以及機動市長謝國良 和市議員蓮恩典 特地一起到暖暖區博外家園 關心長者 受到園方以及長者們的歡迎 開心合影留念 趙少康 林沛祥 以及謝國良等人 也陪同長者們一起享用中餐 趙少康也強調 當選後未來會好好照顧長者們 你先了解一下狀況 等到我們將來當選以後一定 會非常重視年長長輩的福利 不管在安養在醫療各方面都會重視 侯友宜市長也說 剛才80歲以上的人都可以不要80兩表 70歲以上的重病也不要80兩表 可能還會再放寬 然後65歲以上的人就不用交界保費 國家來照顧大家 然後各種長照都會放寬 因為台灣現在高齡化 情況也越來越顯著 所以我們除了對小朋友要加強照顧 我們對長輩們也要加強照顧 好不好 就像我們講的 又不用也只有勞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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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 跟大家一起用餐 來用餐 來跟高老過一頓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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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第一位 なんです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